我一说落地北京 那个海关态度的很好 然后这个中国美食很好吃 晚上很热闹 就有人骂我 然后说要取关我 我说你别走 跑起来 大家好我是Mike 相信很多人都很期待我讲讲 这个中国之行见闻 今天来了 我不仅要客观讲 而且要表达我心里所想 当然了在中国旅行 不管是几天还是几个月 以外籍身份在这里生活 跟你在这里打工上班 长期生活 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你先有了这个前提 那么看待一切的这个问题 都会很清晰 你说中国不好 你就是反华 你说中国好 你就是大外宣 什么他妈的这种傻逼逻辑 我入籍美国 还整天骂美国不好 对不对 我在美国投资之业做生意 我也到处说 美国物价上涨 治安恶化 白左盛行 这个不冲突 我喜欢日本 我也说日本逼这 年轻人压力大 日本人卧鬼自杀率高 这个跟日本文化保护做的好 古建筑保存的好 它冲突吗 在狗的眼里 你不是这家的狗 就是那家的狗 总之你不能做人 他们统称为民族主义 那些盼着我不好的 要么是在美国政治庇护 无法回到中国的 要么就是因为在网络上发言 涉及国家层面的 而不敢来中国 要么就有一种 就是看不得别人好的那种小人 正常的海外华人 肯定不会有这种反制心态 看待事务 他每个人他都有不同的视角和立场 每个国家他都有不同的方面 中国底层 生活艰辛 游牧共睹 观场文化固化 观本位现象严重 这个是事实 几千年的陋习 中国人素质普遍不高 也是事实 边界感不清晰 不懂得尊重别人 也是个普遍现象 经济形势导致很多地方降薪 企业倒闭 这也是事实 我看到很多大量的店铺关门 实体经济很差也存在 外面员收入低 劳累辛苦生活不易 但是这个不能说非要用 这个哀鸿遍野去形容吧 有些人他这个脑子就是说 非黑即白 非反即正 那我六年没有来中国 我来旅游探亲 访友客观描述所体验到的这种情况 你非得给我扣个帽子才行吗 而且你仔细看我的视频 我都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视角 讲我自己认知下的这个经历 我从来不喊口号 也不讲那些人认为的什么反这个那个的 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什么精致利己主义 我他妈不利己 难道我是上帝 我天天撒泼大爱去你家 你不利己 你给我钱花 都是一群什么鸟人 你说我又是犯了什么水逆 能让这些脑子不太好的关注我 你要是但凡能说出来 我哪有吸引力 让你们关注我 指出来我改 我只求你远离我 别走 跑起来 嘿跑起来 你我都是老百姓 你不要天真的认为 这个美女不善良 那么她脸再好看都是假的 或者说这个姑娘长得不好看 那么她就是个坏人 对吧 你看问题 你不能用这种低级的方法 还有好心的网友给我直接评论 说有个博主 也是跟我类似的视频风格 因为回国探亲 不能出来了 我特意去看了一下 发现它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从来不会用任何 中国法律禁止的图片内容 做封面和视频内容 而且那个网友说的什么博主 他有大量的反华内容 这种类型我从来都不碰的 我从来都不碰 也是我的原则 我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 存在即合理 你要懂得 这个就是普通老百姓 你就是普通老百姓 你这辈子最大的能力 只能改变你自己 你不能改变任何其他东西 过去的两年 我从普通人的视角 来讨论中国的生活问题 办事规则 各种喝酒文化 生意场的规则 官场 办公室政治 人际关系等等 我认为不太好的地方 包括各种治安安全事件的发生 我都用各地公开的 警情通报客观陈述 以及我遇到的客户朋友 遭遇的真实经历 佐证 外资撤离数据 也是公开 官方的 信息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客观陈述 在有些人眼里 就成了政治敏感内容 普通人讨论这些 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 就必须要扣个帽子吗 不觉得这种讨论很幼稚吗 我拿到美国绿卡 当初是通过杰出人才的方式 我又不是政治庇护 为什么要无中生有 编造是非呢 其实如果你被某些部门特别关注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触碰那些敏感话题 这个敏感能到什么程度 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不会在这里说 讲出来 我就触碰了 就是说这个敏感的内容 它不能去说的 你说出来 你就彻底改变了你的这个主题 好吧 就好像比如说财经话题 经济话题 稍微不注意 你就成了政治话题 那政治话题稍微不注意 你就成了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意识形态问题 恰恰就是不能聊的问题 那么反过来 我回到这个跨别六年的中国 我把我所见所闻客观的陈述出来 一些人坐不住了 我又成大外宣了 啪一顶帽子给你扣上来 你别管什么央视的朋友 邀请吃饭也好 还什么政府的客户 邀请我吃饭也好 那难道非要是官方的活动吗 私人关系不行吗 我还就实话实说 电视台录制很多节目 找的都是朋友参加 你看到的什么相亲节目 什么各种节目 它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剧本 不存在什么随机采访 随地录制 任何你能看到的电视上的节目 它都是安排好的彩排货的 你能听到看到的内容 也都是提前预演好的 这个彩排过的内容 这就是事实 这也是我从来不看 中国的电视节目的一个原因 你别看我曾经在电视台工作 工作以外的时间 我从来不看电视 我相信很多人跟你一样 但是这个就能扣帽子吗 我如果在体制内工作 那我肯定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我是要吃饭的 我现在不在这工作了 我当然可以说 我不需要在你那混饭吃了 我肯定可以实话实说出来 把这些事情讲出来 但是实话实说 不一定就非要反个啥 对吧 我也从来不反 这是我作为讨论财经现象 社会现象的一个基本原则 因为你不占立场 所以说你才能做到尽量客观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主观的情绪在 由于美国Verizon的网络漫游到中国 它速度比较慢 前两天我发完这个动态以后 我就没再看留言 过了两天 拜访亲友 休整了几天 一直都在吃吃喝喝 很过瘾 我今天刚刚打开电脑 看到很多留言 很好玩 没想到我一回到中国 就让很多人玻璃心了 实在抱歉 我其实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底层屁民 正常的海外华人来到中国探亲旅行 如果对我过往的视频有什么误解的话 可以再打开看一遍 而且大部分内容 在中国的B站 头条视频 西瓜视频 抖音都有同步 不存在上网不方便的问题 你也不用说 我非得翻个墙才能看到 那我上网呢 我现在用的是美国的这个手机号 然后正常的漫游到中国 我不需要翻墙 所以说有一些莫名其妙骂我 举报我 举报你在中国翻墙 可能让你们失望了 我也有按照海关的要求 在居住地 住酒店也好 什么第一时间办理这个住宿停留的报备 工作人员态度很好 我既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反华群体 更不是一些人希望的 什么这个毒那个毒 确切说 我根本没有那个资格 我也达不到那个高度 我只是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 去讨论经济现象和移民生活话题 有生之年 我的生活内容 就是体验世界各地的不同生活 然后通过自媒体平台分享给大家 仅此而已 我更不是这两天网上有人骂我 什么外宣 还是那句话 我根本达不到那个层面 当然我会努力提升自己 在视频的这个制作和内容方面 争取越来越有深度 更有参考价值 更有知名度 让普通人有更多的观看价值 这个就是我分享的原则和目的 跟我频道的自我介绍一样 我就是个屌丝 社会底层 不管是认为我极左的还是极右的 都让你们失望了 这可能就是骂我的原因 我认为 有的人因为我回到中国而骂我 有的人因为 我说中国美食好吃 骂我 然后骂完了说取关 我都非常理解 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 不是收那边的钱 你就是收这边的钱 你不是这家狗 你就这家狗 对吧 如果说你是为了纯分享个人生活 客观的去讲一些事实 你就是假的 这种思维 我只能说太幼稚了 还有人骂我两头通吃 我其实真的很想达到这个层次 但是个人能力有限 暂时还达不到 最近呢 我会在中国待一段时间 见见朋友啊 家人 去中国各地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记录一下 这个所见所闻 抽空的话 我也会录制视频 争取 早点发布出来 分享给大家 当然我还是坚持我的原则 客观 我看到什么 听到什么 我都会如实去表达 并不会特意说好 或者说坏 比如说昨天打车 三线二三线城市吧 出租车司机 夜班 12个小时 到手收入不到人民币200块 单程收入的就是十几块人民币 咖啡店的店员工作很辛苦 态度又非常好 但是收入呢 也就是2000多3000多 我买那个咖啡 用网上那个什么券 也就是7块钱 然后给小费5块钱 他不敢要 不允许 这些我都会讲 说了一堆废话 我自己都觉得很啰嗦 但是不啰嗦呢 又会遭到一群无脑的乱喷 甚至还有人说脏话 骂人 怎么着 我持有美国护照 来中国旅游探亲 你就那么恨我 我非要跟你一样 在海外做一些 不能回中国的事情 你才开心 我是正常的海外华人 我可以自由往返 我就那么让你这个 你们这群体抓耳挠腮吗 而且我也不知道 这些人到底是在中国 在美国 行了 这个酸味太浓也好 盼着我不好也罢 反正我就是一个社会屌丝 海外华人 我想移民美国 我就拿美国护照 我现在又想去日本 将来我也想拿日本护照 当然只是个想法 我就这么一个屌丝追求 人生 你我都是过客 宇宙尘埃 几十年时间 谁都想经历不同的生活 不同的体验 走遍世界 感受这个世界不同的那一面 如果说我有这个能力 而你没有 因此呢 你恨我骂我 那我 我也无话可说 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差不多 陆续这个一个月时间吧 我会继续拍摄 录制在中国的 所见所闻的内容 然后针对时隔六年 落地北京的第一印象 以及走了几个城市以后的 各种见闻 我都会去讲 那么今天的这个内容 就说到这儿 感谢关注 感谢关注